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廖柯一主持的亚洲旅游台《我的非洲很有事》即将结束53天非洲行, 他一早与团队前往伊索比亚迪内凯欧地区号称地狱之门的尔塔阿雷火山, 没多久车子竟不明原因熄火, 停在前不住村后不住店的鬼地方, 修好再次出发又莫名停下来, 这回竟是车卡在沙洲里, 顶住将近40度的高温, 大家都快崩溃料可以赶紧跳下车, 首当其冲的徒手挖轮下的沙子, 大家既是推车又是挖沙, 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也想办法徒步去找石头来让车子移动, 眼看漆, 八个男性工作人员推住车子几乎没有动静, 让宋平恩不禁打了冷铲说, 这是诅咒吗? 最后费了好大功夫终于让车子脱困, 厄运还没结束, 车子从沙洲出来后, 下一秒车子电瓶故障又不能开了, 廖柯一开始觉得不对劲, 回想刚刚在沙洲时, 好像在原地不断地绕, 眼前景色看起来都很类似, 他转头随口问了向导, 我们是不是在沙洲绕了很久吗? 结果向导有点尴尬地说, 我想可能是迷路了吧, 也因为路上状况连连, 让人不禁想到是不是遇到鬼打墙, 不过紧凑了行程让廖柯一没有时间害怕, 一路花了五小时的车程, 等到天黑之后还得徒步15公里, 爬约四小时的火山路, 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大家终于抵达火山后, 兴奋的大家纷纷想靠近, 但一旁的军人紧急阻止, 原来当时脚下部分的区块是已经有裂缝, 一个不小心可是会丧命, 廖柯一主吃卧的非洲很有事, 亚洲旅游台提供, 由于车卡在沙洲里, 廖柯一顶住将近40度的高温, 徒手挖轮下的沙子, 亚洲旅游台提供, 廖柯一主吃卧的非洲很有事, 亚洲旅游台提供, 抵达火山口时, 廖柯一与团队兴奋想靠近, 却遭到制止, 亚洲旅游台提供, 廖柯一主吃卧的非洲很有事, 亚洲旅游台提供, 恩检,